我落得是踢足一定不是玩 一定要入球 真的要打算 要打算 不可能 要打算 要打算 要跟極度 打算 要打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也是最后选择踢球 其实读小火的时候我都做过很多运动 我打过籃球、羽毛球、冰冰球 我自己觉得我在球类运动中也蛮有天分的 但如果这个选择我也是会选足球的 因为足球的乐趣和满足感是比其他球类运动大 所以我最后选择踢球 好,现在练习三上足球 今天星期日去罗斯福 今天是最多人练习的一天 通常他们说之前没有比赛 星期日那天就最多人 平时可能日休息就少些了 今天星期日早上 这些天你出来踢球全部都很喜欢足球的 而且今天的气氛挺好的 今天因为可能那个地点问题 还有星期日始终是星期日 就真的会有很多人出来踢球 可能他们有些选择 逛街和女朋友和家人吃饭 但是这个时间如果他们喜欢踢球 应该都阻止不了他们的 踢完魔仙去逛街 踢完魔仙去吃饭 应该都可以 现在其实三上足球 由一开始八月尾到今时今日 大约都维持了半年 一开始其实比较吃力 因为只有我和蔡震两个 他一定是做事做得多些 我回来其实都是很想做这件事的 这段期间其实都遇过很多困难 比如要怎样安排训练 安排人手去做事 都脱离了一个 脱离了少少做足球员的行业 但是就学到可能 遲些你没有球踢的时候 你可能都是要靠这些 靠这些东西去维生 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是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那些学生越来越多 又和球队合作 其实气氛大致上的追势就是 整体上越来越好 可能别人都觉得我们的训练是 有点特别或者有点不同 希望将这些文化慢慢在澳门发扬开去 让多些人知道一个职业的足球员 应该要怎样练习 或者不一定是职业足球员 足球员应该是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训练 会更加好更加有效率去比赛 会做很多裸波向横尾 裸波再向横尾 也是一个热身 也是一个方式的练习 所以你做这些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感觉 就不是真的一样 所以整个情景都会有 一会儿呢 但是我们会继续转 所以现在每个人站一条 然后有球 然后多了他站前后 两边 自己很想将一些以前的救魂 弄好 我自己相信是可以弄好 但是这些东西未好之前 其实老实说 我的心理和生理 都是不想比赛 但是很想靠一些高强路训维持 先 维持着一段时间 看下信心 可不可以给赛 最重要其实都是我自己的感觉 现在希望 继续同球队练球 自己这儿又有球练 可以慢慢将一些事情 搞好之余 慢慢找回比赛的感觉 尝试可不可以给赛 我自己都习惯了很多年 自己一个出去踢球 赛真未来的时候 其实我都在过这些日子 始终我以前 踢代表队 踢青年军 又和他经常在一间房 其实都 一些点滴 都 很多东西都习惯了 很多东西都习惯了 到了疫情 有的时候 回不了澳门了 开始会和他 有时不回家 又没有工作 就去咖啡店里坐 他温习 他看书 我就自己在那儿 看一些训练的东西 其实每天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过 尤其是回不了澳门的时候 是比较沉门 当然在场上 工作上 我就是教练 他就是球员 在场外 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 去到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环境 其实 就已经当了像亲人 大家都知道澳门这个环境 首先 它不是一个职业体制的联赛 而且也不是一个很丰富的足球环境 所以 要在这个环境下 继续坚持自己做的事情 以及可以 最终真的实现到 做到职业球员这件事 这条路是一点都不简单的 我最欣赏就是 他对训练那种执着 因为在这个生路历程里面 其实训练对他来说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他 没有对训练的坚持和执着 和他的自律的能力 其实他是 不会有今天这个成就 昨天看回你们的攻势 是多一点的 你们是入育一点的 入育一点 对 你们是入育一点 对 你们是入育一点 我看到阿佳跑12K 我看阿佳跑12K 我看阿佳跑12K 好一点 不是 你香港 就算踢防中那些 11K都去不了 跟着那波走 但是他有这个能力 他一定有的 他跑步一定有的 三个人都过11K 很夸张 真的很夸张 很夸张 很夸张 好 来吧 开始 是的 离惯了那些 可以不用扶的 但身要直 转远过去 膝头那边要黏住地 黏住地 尽量挺住 身的 脚踏实地 整只脚 整只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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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转 左脚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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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脚 头望手 好 转 OK 我们每次都有八个动作 八个动作 我们四个动作在一边 四个动作在一边 阿龙第一次来 我等一下会再花点时间跟你说 因为他们来了很多次 他们大概知道流程是怎样的 OK 我们一边就是一个结构 一个上身的力量 一个下身的力量 一个爆发力 和一个核心 这边都是一样的 你看到大家A做 A做这些堆 先做到这边 B做这些堆 先做到这边 OK 我现在先试这边 我先试这边 好像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对 不过手慢慢坐下去 腰直的 转就是这样 OK 直就是这样 然后你的脚用力踩 不要用手抽 踩 OK 前后脚 OK 前后脚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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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这个是最难的 按大力一点 OK 慢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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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先下 上 再做 你们如果没有 差不到就这样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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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要尽力的 要尽力 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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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做到的应该 是 全部都做到的 阿龙做不做到 做什么 引体 OK 下 做得了 做得了 上 下 好 OK 如果觉得很轻松 做到八到十下以上 可以揹着一块饼做 OK 揹着一块饼做 你揹着一块饼做 你揹着一块饼 OK 角色的摄影师 那些都有 回来澳门可能 都有的 都有个 架构在 但是 人就没有那么香 那么多 始终 这是一个职业和业余的分别 通常一个星期都是 最少都操到五天 加上做占 现在回来 就觉得 如果不是因为三上在 其实训练量是会跌得很多 好处就是现在 可以在这里继续训练 所以身体的状态 就是先勉强维持到 那个机能 因为这个 都是要靠训练得多 才可以维持到 一停训练 其实身体会跌得很快 青年军 青年军那场对老窩 都十几年前 十七岁那时 在泰国踢 自己在最后保识 帮澳门队射入最后一球 赢4比3 那场我自己一个入了4球 可惜那时候就不可以 拿个球回家 因为那是一个青年的比赛 不是一个 未去到成年的比赛 就不可以做这件事 那之后一场就是 踢李文第一季的时候 精英妹对杰志 那场球呢 就是 蔡敦都跟我说 他叫我精神一点 他说如果这场球输了 整个教练团会炒的 真的会炒的 他说 因为当时我的脚 都是因为我的脚碗问题 有点伤 这场球之前我没有踢 我去做一个治疗 打针的治疗 都是把抽自己的血 打到自己身体 看看能不能再生长得好些 幸好那场比赛 那些针就有用 那场球我自己入了两球 集球队最后靠外援绝杀 赢3比2 我自己觉得那场是我香港 其中一场代表作 都是 其中一场代表作 对杰志进入两球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 可以杰志进入两球 之后就去到上季尾 对南区 自己后备出场 后备出场 踢了三十多分钟 踢了三十多分钟 入了三球 那场球 都有一些幸运的 入到第三球 都是我其中一场在香港 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值得纪念 和代表作的比赛 因为这次终于可以带我一球 因为以前在澳门 就算进入 几十球都没有一个球 在家里 第一次在香港可以入三球 就可以带我一球 真的是比赛球 上面就会有全队球 球员和教练和职业的签名 入三球就可以了 对于我们我觉得很难 你这个就很有免费 因为那时候踢香港飞马 刚刚转到管理球员 这场是对南话 踢了九十分钟 有个助攻有个入球 然后第一次是广招入球 然后就拿了这个 最佳营球员 因为他每一场比赛 凡是有直播的都会有一个 掌座 这个是2016年的 然后就是这个 团结杯 也是在澳门一些很少有的国际 赛上面 是很难的 因为首先要在澳门国际赛赛 对一环境全球 赢表现实际上 很难的一份 而且大家也不 отмет 零一身都没有支持 就是对外的球队 不论强或者弱 但是我自己个人经验 成人队比较艰难 敏指的 歌詞都很慶幸可以拿到這個獎項,踢足,繼續那麼長 最後雖然拿不到半分,但也值得回味一杯子 之後就剛才生,現在的獎項好像是差不多的 這年其實都自己在雙環裏面再拿多次了 我自己覺得很...怎樣說呢? 在雙環裏面再重拾這個狀態,可能我也是在很多運動員裏面最辛苦的事 因為可能你會不停捱耳自己究竟是否有難度 其實你要靠我旁邊很多,例如教練、隊友 不停地給你盡心理,幫你康復的人都很重要 不停地給你盡心理,才可以盡心重踏入球場 那...對了,這個,然後... 對了,講一講這個,這個也很難的 因為足球始終在澳門來說是最多人做的項目 除了籠洲那些,要在球內運動一邊 國際賽,或者是一些...內地的賽事獲得獎 就很難的 那這個是...每兩年一次,沒有結束我同意選舉 那...只有10個人不能獲得獎 那我當年就剛剛有18歲 當年就是因為參加了全國中國新運動會 比賽獲得第五名 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才可以獲得獎 那...之前剛剛藍華的獎項呢 然後去年就轉了這個,我記得 有任何堂食雞精 對,逢是有直球呢 那場就會有一個這樣的獎項 就算是一個最佳球員 那我也很開心在去年可以獲得兩次 雖然最佳都是因為受傷而不停地 但是...獲得這些獎項也是一個肯定來的 嗯...教練先 那...以前一定是坦sir的 因為...由小帶到我大 那...很多踢球上的知識、技巧 都是他帶給我的 那...之後就是歐sir 那...歐sir 那...歐sir是我中學的教練 那...他...除了教踢球 都教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那...就是一個運動員應該要有的操手 基本上是...他教得我最多 要怎樣互相尊重身邊的人 和別人相處 那...這些都是由小跟著他大 去感受回來的很多事情 對嘉賢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因為他中學階段 整時都會受傷 受傷就...又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傷勢 但是...另一個深刻的就是 即使受傷也好 他都...一日到一掛著踢球 那...這個是我覺得... 他在成長過程中 在中學階段 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我想...他比較... 可以這樣說 他很勤力 他也都不會錯過任何 去接觸足球的機會 那...另一方面呢 我覺得他對足球的球感是比較好 所以... 有助他在... 通過自身努力之後 在一些... 特別在... 跟對手拼搶的場合 他較容易得到一些優勢 那... 場地本身... 在澳門已經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老實說 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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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的方法 訓練的內容 那... 可能自己出去都踢過 又踢過很多... 其他國家 其他不同的地方的外援 都覺得... 即是... 有時都會聊天大家的訓練方法 還有... 有時在球隊那麼久的... 那麼多年 都吸收了一定的訓練模式 那... 有時覺得回來 會有一些不太習慣的 是的... 有些不太習慣 即是... 訓練方法 以及... 要怎樣應付一場比賽 在外國前前下後的安排 都會... 差一點點 只可以說 但是... 慢慢進步 那... 希望現在我和阿蔡振 希望將這些... 這些叫... 文化 慢慢帶回這個... 足球圈 那... 希望可以多些人 知道一個足球員 應該要怎樣 準備比賽 準備訓練 那... 如果其實... 想做到... 職業球員 其實... 要從小開始培養 那個想法 你要... 規劃自己 何時要出去踢 何時要去哪裡踢 一步一步 那... 在澳門... 這個是... 澳門暫時比較難... 做到的事情 那... 我自己都希望做到... 以我的經驗 可不可以... 帶到一些... 那些年輕球員 起碼跟他們說 你現在這個年紀要做些什麼 譬如25歲要做些什麼 27歲要做些什麼 29歲要做些什麼 那... 希望... 我可以一步一步地告訴他們 幫他們安排好他們的... 規劃應該是怎樣 我自己的執促是... 因為我自己的位置... 我就很喜歡... 我就是打前鋒啦 我的執促是... 我每一場比賽... 或者一個... 比賽裡面呢... 我都會... 就是我都會... 每一個球都要助攻... 就是會... 一落到成... 其實就是想這些... 他一生奉獻給足球... 這個是... 我印象他深入的地方... 他對足球那種專業... 是... 那個態度是... 不是每個人都有... 想不到現在... 有機會... 可以... 跟他學習... 家人很好... 還有... 很好球... 而且... 是... 所有滿足球員的... 這個房間的... 這是我心目中的... 馬膠扣王... 家人太厲害了... 我都未必擋住了... 這個球...